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8月23号星期五 我是嘉远 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共纪念邓小平名单120周年 学者认为中国是在开右灯向左转 高调纪念邓小平诞辰 习思想与邓理论 一脉相承吗 海外民运人士唐元俊被捕 被控为中国国安部门工作 美国副国务卿会见达赖喇嘛 重申美国致力于促进西藏人权 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起火后两天 园内情景如何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 名单120周年之际 中国官方以文章发行邮票和举办研讨会等形式 纪念邓小平 并复播纪念邓小平的电影 有评论认为 这是官方打右灯向左转的政治信号 以下是记者前朗的报道 连日来 中共党报、党刊以及媒体高调纪念邓小平 新华社本周四报道 中国邮政定于8月22日发行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成120周年纪念邮票 一套四枚 邮票图案名称为 勤工俭学、荣马岁月、科学春天改革开放 同一天 电影《邓小平小道》将与全中国复影 这是一部2021年发行的剧情片 展示了邓小平于1969年至1973年期间 遭当局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改造的往事 周四当天 各大新闻网站挂出怀念邓小平当年的活动视频、语录 对此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今年是邓小平闽诞120周年 中共按照规定进行纪念是正常的 但是对邓小平进行了十多年不见的空前的吹嘘 是不正常的 他说 改革开放的 做出重要贡献的就是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 他们改变了中国的航程 表现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外交路线和经济政策 高瑜认为邓小平的功绩是在毛泽东之后改变毛泽东的外交路线 走上亲美亲西方的路线 支持了拨乱反正的中共改革开放路线 但正是他用非程序方式搞掉了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 正是他用流血的方式终止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 使得中国走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上周五 中共党刊求是发表八千多字的文章 赞扬邓小平 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询 还说党内现在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这样做之后会不会有所回归 我现在无法判断 好像可能性不大 它还要包含一个对国际社会文明社会开放 这个改革的是内部开放的是对外 本周一中共中央军委举办全军纪念邓小平同志诞成120周年理论研讨会 赞扬邓小平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丰富发展了党队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中国作家何山坡对本台说当局高调纪念邓小平或是无奈之举 他说 媒体人高于认为邓小平犯的错误 是他继承了毛泽东的集权和终身制 他规定的党的最高职务任两届只是限制别人 因为他没有担任过党的最高职务 但是他作为党的婆婆 他的权力是不受限制是终身的 正因此他身后终身制可以恢复 个人迷信可以重视 今天邓小平也可以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保驾护航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前朗报道 今年的8月22号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 他被称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但他推行的跛脚改革和对八九学院的镇压 也给当今的中国造成了诸多现实问题 如何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邓的改革开放和习的深化改革有什么异同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8月22号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当天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据官媒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在讲话中称邓小平为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他特别提到 在改革开放进行过程中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反对动乱 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确保了红色江山稳固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蔡慎坤告诉本台 习近平对邓小平的高调纪念 可能是出于无奈与担忧 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形势出了问题 而且它没有办法解决 更重要的党内军内还是存在着 严重的党心不稳或军心不稳 已经民心背离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 可以说是一个威蓝的时刻 可能也有它的智囊跟它出于主义 你干脆还是隆重的高调的纪念家邓小平 安抚一下反对者的声音 但是它的骨子里 它是不认同邓小平的这套东西的 而且它一直在抛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漏线 不过旅美中国学者吴国光 在给美国之音的最新撰文中指出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 不同仅仅在于时事不同而对策不同 而不变的是他们都在维护中共一党专制 文中还说毛泽东的根子 邓小平的藤蔓 结出了习近平这个毒瓜 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集体领导核心 被官方尊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针对邓小平的历史定位 蔡慎坤告诉本台 蔡慎坤指出 邓小平坚持了中共的一党专政 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初 就抛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划下一道红线 而对于8964学运的血腥镇压 使得中国刚刚开始的政治改革尝试 都被邓小平亲手扼杀 中国的改革开放被外界普遍视为跛脚改革 即只有经济改革却没有政治改革 旅美的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指出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党的极度自私 包括邓小平最后他们到了这个底线的时候 他们仍然是把这个党的利益放在人民利益 和放在整个民族的前途之上的 所有现在今天看到的那么多问题 政治黑暗到如此地步 其实追根行言都会寻找邓小平8964 对于当前中国面对的种种问题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恒河指出 实际上这些问题不是习近平开始 他所有面临的问题都是这个制度的 之所以走向习近平路线 是因为邓小平路线走不下去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CBS News 21号报道 纽约联邦检察官对居住在美国的 中国艺人士唐元俊提出刑事指控 指控他秘密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 由于这是近年来民运圈第二件遭指控的间谍案 海外民运圈是否被中共严重渗透引发外界关注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CBS引用法庭的文件指出 唐元俊曾经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中 抗议中国共产党之后逃往台湾和美国 但是检察官指控 几十年后他同意为中国的情报机构工作 以便能见到住在中国的家人 调查人员表示唐元俊在2018年开始寻找 探望家人的机会 最终被介绍给一名匿名的情报官员 两人开始通讯 这一名中国情报官员敦促唐元俊搜集 关于中国异议人士支持民主活动和政治庇护过程的资讯 报道指出FBI在2023年7月约谈唐元俊 从他的五部手机跟一个中国情报官员使用的 在线账户以及电脑中提取数据 报道引述调查人员表示 唐元俊在2019年到2023年间 至少三次前往中国大陆或澳门 据称是为了与该中国情报官员会面 在2022年的一次会面中 检察官说 该官员在唐元俊的一部手机中安装了一个窃听器 该装置使得所有信息都会立即传输给该中国情报官员 八九学运领袖王君涛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很多搞民运的人不想继续民运工作后 普遍遇到尴尬的情况 因为中国政府的国安法很快 逼着所有要回国或者在国内还有亲属的人合作 如果不从就整他们或整亲属逼他们合作 流亡美国的上海企业家胡利润接受本台访问 第一时间反应连说三次非常意外 他回忆自己是在2019年4月份与唐元俊结识 当时他刚到美国半年左右 在华盛顿参加抗议活动 唐元俊作为民主党的负责人来参加活动 两人应认识而投缘 在他的印象 唐元俊是个彬彬有礼 说话有条理 知识面很广泛的人 相较于胡利润的吃惊反应 中国民运作家陈破空对本台表示他一点也不惊讶 他说唐元俊在1989年参加过民主运动 在东北领导工人声援八九民运 也因此坐牢八年 后来为了投奔自由而游泳到台湾 经过协助获得美国政治庇护 然而在早些年 唐元俊就已经流露出沉沦堕落背叛的迹象 今年一场纪念六四的活动中 海外民运人士举行活动游行示威抗议 唐元俊在过程中不是参与活动 而是在旁边拍照拍录像 陈破空提醒这样的案例在海外民运中 恐怕还不止王淑君和唐元俊 更多的例子可能还没有曝光 这给海外民运敲响了警钟 需要迷途知返 悬崖勒骂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台北报道 负责公民安全 民主和人权事务的 美国副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乌兹拉泽亚日前前往纽约市会见达赖喇嘛 他代表拜登总统转达了 对达赖喇嘛身体健康的最佳祝福 重申美国对促进西藏人权和保护语言 文化和宗教的努力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负责公民安全 民主和人权的 副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乌兹拉泽亚 以及拜登总统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民主与人权高阶主任凯利 拉佐克21号同赴纽约市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美国国务院21号发布新闻稿指出 泽雅代表拜登总统转达对于达赖喇嘛身体健康的最佳祝福 重申美国致力于促进西藏人的人权 并支援保护西藏独特的历史语言 文化和宗教遗产的努力 以及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之间的对话 泽雅也在X平台发布合照并写下 达赖喇嘛是一位全球代表性 具有慈悲心和非暴力的人物 我转达了拜登总统的问候 祝福他康复顺利 并重申美国对西藏社区的坚定支持 今年6月下旬 达赖喇嘛从印度北部的达赖喇啦启程 前往美国纽约接受膝盖治疗 这是他从2017年扩别青年之后 首次访问美国 7月6号他在纽约度过89岁的生日 早前达赖喇嘛办公室表示 尊者的手术成功不原良好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指称 中国对这场会面严重关切 敦促美方不要和达赖喇嘛接触 达赖喇嘛驻台代表 葛桑坚称在台湾时间22号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今天美国国务辞勤代表白登总统去拜见 尊者达赖喇嘛表达了对西藏议题的支持 这当然了是一个美国发出的一个非常清晰的 支持西藏的一个声音 但美国也刚刚通过支持西藏法 也就是不承认西藏在历史上属于中国的 这个一个虚假的历史论述 这对西藏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 达赖喇嘛办公室答复自由亚洲电台 这次没有接见其他政要的计划 泽雅会面主要也是慰问尊者的膝盖手术 达赖喇嘛访问美国超过20次 过去30多年 美国连续私人总统各8年任内共会见达赖喇嘛约14次 共和党籍的老布什会见达赖喇嘛一次 民主党籍克林顿会见次数最多达到5次 共和党籍的小布什会见4次 民主党籍奥巴马会见4次 在台藏人不利协会会长扎西茨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在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的教育底下 每个国家当然优先为自己的人民负责 扎西茨人说 虽然是一个藏人来讲 是达赖喇嘛专者一直在牛肉 他们那么近的 但是也是没有见面 是心里面有一点难过 是正常的 但是并没有说 如果你不见的话 是你不支持西藏的 不能这样讲嘛 西藏流亡政府 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财人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达赖喇嘛这次去美国是为了治疗 并且持续在做复健 除了当地的藏人希望举办祈祷法会 此外几乎没有其他公开的行程 达瓦财人说 我认为不是中国压力 也不是美国方面不见 因为他们现在是在选举当中 一般来讲 不管到任何国家 涉及到选举的时候 达赖喇嘛一般都会去避免参与 8月22号 达赖喇嘛在纽约将主持数万人的 长寿祈福法会 8月23日预计自美国启程前往瑞士 短暂停留后返回印度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在美国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 8月19号起火之后 公园中有怎么样的情景呢 本台记者在8月21号白天 探访了自由雕塑公园 看到了现场情景 以下是记者孙诚的报道 自由雕塑公园创始人 雕塑家陈维明居住在公园一角 一处由移动房子和数座房车组成的营地中 其中营地东北侧的两辆房车已被彻底烧毁 在房车的废墟前 陈维明先指着东面又指向西南面 对本台记者说 那边还烧过去大概有个100米左右 所以说是非常危险 对我们来说呢 还好风向朝那个方向 如果朝这边你看 按照这个风向的话 100米的话 这边才十多米 那这边有个汽车 有个房车 烧过去就是我的工作室 我正在那边做那个历史的垃圾 陈维明说 如果当时风向西南面刮的话 真是非常非常危险 简直不堪设想 历史的垃圾是陈维明目前 正在为自由雕塑公园制作的新雕像作品 这个作品将展现共产主义者 纳粹主义者及当代独裁者 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的形象 尽管公园遭遇了火灾 但在8月21日白天 陈维明仍在他的工作室中 对这座雕像进行施工 陈维明在他的工作室 这样对记者讲述历史的垃圾雕塑的工程进度 以及这次火灾对工程的影响 在8月19号晚间 自由雕塑公园的两辆房车被烧毁 这是继2021年7月 公园中的中共病毒雕塑被毁后 该公园又一次遭遇火灾 美国司法部在2022年3月公布的材料显示 法院已对三名策划破坏中共病毒雕塑的 中国政府代理人进行起诉 陈维明表示 他是在19日黄昏70左右得知着火消息的 当时他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接到了朋友通报情况的电话 在这之后 警方消防队赶到自由雕塑公园 在午夜12时后扑灭了大火 陈维明谈到了他对起火原因的看法 说道 刚现在还没有定论 这是要看他们调查的结果 但也许某种人不会公布 永远像个无头案一样 来自湖北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黄和 在8月21号上午 来到了自由雕塑公园 为陈维明的工作提供帮助 他对8月19号的着火案 起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 这次的纵火 应该是跟中共是投不了干系的 虽然现在警方还没给出一个结论 公园义工乔纳斯园 原本居住在其中一辆 已被烧毁的房车中 这几天他正好不住在那里 但他告诉记者 这次大火导致了惨重的损失 大概损失了超过 8到9千美金的现金 一台电脑 移动硬盘可能有六七个吧 估计总共加起来 有40到50个TB的照片和视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成 巴斯托报道 奥运金牌滑雪运动员 谷爱玲又陷入了中美两边 不讨好的身份认同风波 日前他被拍到 与夺下巴黎奥运四面金牌的 法国游泳选手马尔尚亲吻 由于中国网民曾抨击马尔尚 看不起中国 谷爱玲除了删除一切 与马尔尚有关的社群媒体互动外 又以其对中国国家队 做出巨大贡献 来回怼网民的攻击 文化冲突愈演愈烈 请听本来记者乔秦恩的报道 东美混血掌与美国却代表中国夺取北京东奥 二金一银的20岁滑雪运动员谷爱玲 日前受邀出席阿里奥运会比赛现场和相关活动时 被传与法国游泳选手马尔尚交往 由于马尔尚曾因围合中国游泳队的教练朱志根握手 引发中国网民激愤 如今这份情绪又转移到了谷爱玲身上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马尔尚后来向中国泳队道了歉 但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 谷爱玲在握手事件之后 删了她和马尔尚的社群互动和留言 之后却又被网友贴出与马尔尚的亲吻画面 而被质疑她是骨子里崇拜欧美 来中国只为赚钱的双面人 8月21日谷爱玲发布短视频 以及5年来代表中国参加41次比赛 为中国获得39枚奖牌 为国家队介绍三个主教练 为国家队捐赠自由式滑雪板 为中国和女性在世界发声 为对中国黑粉引发热烈讨论 微博上民族主义高涨 充斥享有国家资源 就得与国家共进退的发言 而非主流反建制的评论 又常常因为言论审查遭到封闭 也令外界对于知名人物 如何在经营自己的形象 感到越来越困难 微博上有人欣赏 谷爱玲的正面回应 运动员不应因为嫉妒 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和网络暴力 也有人斥责他傲慢的精英主义 双重国籍的身份优势 如何能对中国忠诚 此外也有人认为 谷爱玲成为中美关系下 反美情绪的牺牲品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社会运动学教授Zoe Zhao 以书面形式回复本台采访时表示 对于华裔美国人来说 在持续紧张的局势当中 驾驭身份边界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尤其是像谷爱玲这样的运动员 竞技体育的结构 迫使每个人为其民族国家竞争 这可能会加剧 原先就已陷入激烈争论的公民身份 和民族主义议题 而之所以与什么样的人交往 也呈网民判断国家认同的指标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张金睿 从网民角度指出 在中国有预期名人也要符合道德标准的期待 这导致即便在他看来是私人的事情 也被大众热衷于了解和评论 据纽约时报报道 谷爱玲的父亲是美国人 还是哈佛大学毕业生 但除此之外 相关信息极少 母亲则是中国人 虽然谷爱玲出身并长于美国 但身处单亲家庭 常随着母亲回国生活 平时除了作为滑雪运动员 也身兼模特 并在加州斯坦福大学念书 除了多次以品牌大使的名义赞扬中华文化 也常分享与中国运动员的互动 据美联社报道 谷爱玲还将继续代表中国 参加2026年在意大利举行的冬奥会 她希望引领更多女孩 感受到滑雪运动的魅力 以上是本台记者乔秦恩的报道 随着东亚地区人口萎缩和老龄化问题的加剧 韩国 日本 中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正面临深远的经济和社会挑战 多位专家本周四指出 尽管这一挑战不可忽视 但并非迫在眉睫 他们认为通过技术创新与社会政策改革等 可以为未来带来积极的前景 今天本台记者精美的报道 近年来东亚地区人口萎缩和老龄化现象加剧 引发了对该地区经济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广泛担有 据韩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3年韩国出生率降至全球最低 仅为0.72 韩国总统尹席月更在6月宣布国家进入人口紧急状态 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和日本的生育率也处于全球较低水平 在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本周四举行的研讨会上 多位专家表示 虽然面临人口萎缩的严峻挑战 但这一挑战并非迫在眉睫的紧急情况 东亚各国和地区的解决方案应该侧重于改善生活质量 和整合各部门政策 华盛顿学院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教授奥罗斯表示 东亚各国可以通过提升技术 尤其是军事自动化来应对劳动力减少的问题 然而这种技术提升可能加剧地区安全局势的不确定性 以下音频由人工智慧软体代读 把人口统计学放在一边 我们看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 越来越多的通过自动化和使用技术来取代劳动力 这实际上为韩国 台湾 日本和中国等人口 正在减少的国家或地区 创造了一个更加积极的途径 由于许多国家都在投资新技术 他们花费更多 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军备竞赛 因为所有国家都在适应新的人口现实 但我认为这会造成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人口参考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司库巴警告说 传统的生育激励政策 如发放生育津贴或延长产假 并不能直接有效地解决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问题 他强调政府需要重点关注承认当前现实的政策 而不是试图改变现实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 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两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维权网发布的消息 遭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 湖南人权捍卫者欧彪峰 将于9月16号刑满 其家属最近受到居住派出所逼迁 据介绍欧彪峰多年参与公民维权互动 并因为发布被当局打压的公民行动者相关信息 而多次遭到维稳监控 2020年12月3号 欧彪峰因为关注在2018年的上海街头 向习近平肖像泼墨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董姚琼 并通过推特发出求救呼吁 随即被湖南省株州市卢松区警方 从宁乡市的家中带走传唤 欧彪峰先后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行政拘留 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监视居住 2022年的12月30号 他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零六个月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为减缓走线美国人潮 巴拿马增加遣返中印等国的航班 据路透社8月22号报道 巴拿马新任总统何塞·穆利诺 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为了减缓主要前往美国的人流 巴拿马政府将向中国、印度和厄瓜多尔 增加驱逐在该国被捕的移民航班数量 报道说 驱逐航班行动由美方资助 此次行动距离美国大选不到三个月 而非法移民已经成为美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中国持续对台军演之际 台湾对2025年房屋预算做出大幅调整 台湾的国防部8月22号宣布 民国114年度国防预算达新台币6470亿元 创历史记录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出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